来来来 来来 快快快 快点 快点 来 抬着去 快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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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晕堂 你发疯病了吗 你居然敢在朝堂之上当着朕的面 辱骂状元 你竟敢敢说出什么满汉之疯话来 你 华上 皇上 满汉怎么就没分别呢 列祖列宗八旗议政的时候 有汉人吗 对啊 那时候有汉人的 你说话有理啊 有些事 坏就坏在 善改组制上的 在太祖太宗手里头 满人 他就是满人 汉人 这乃能不守规矩啊 说得对 说得对啊 说得对啊 严治一义 我等 我等 还是我们老祖宗的制度好 当年我们入关的时候总共有十二万兵马 横扫中原 左相无敌 可现在呢 清海一个罗不藏丹增不到十万人马 朝廷用了年庚摇这个汉人 花了上千万两银子 用了二十三万兵马 还逃了守恶元凶 真是我们其人不行啊 还是朝廷现在的制度有问题 当然是制度有问题 今儿改 明儿也改 把老祖宗的制度全改没了 能不出问题吗 说得对 皇上 今天咱们把这义览的事全都抖了清楚 对 我听了他都抖了清楚 我听了他都抖了 我听了他都抖了 两个章程 整顿齐务 连着正务 一道整 仍旧是皇上长总 咱们呢 恢复了八旗义政的制度 上三旗 由八爷 九爷 十爷认齐主 下五旗 还是十三爷 和咱们四个的齐主 这样 是权就有了主 齐务和正务 一同商量 一同下令 皇上 也免得如此辛苦 天下就太平了 岂不好吗 好 好 好 精辟精辟 朕在继位之初 就已经说过 朕无意做这个皇帝 只是圣祖托付 不得以而为之啊 圣祖是一代民主 就是撤销八王义政 那也是他老人家手里做的事 你们今天突然发难于大厅广众之中 说是要恢复八王义政 朕想知道你们的真心 究竟是圣祖错了呢 还是朕有什么失德的地方 明说了吧 你们谁想当这个皇帝 不妨站出来 朕说 朕说 皇上 臣有话要说 朕是问他们 没有问你 这是朝会 臣也能说话 朕现在就是不听你说话 皇上 请让臣说话 徒弟臣 奴存子 调两盆御林军来 守在殿外 凡是扰乱朝会的 都给朕抓起来 皇上 奴才失职 奴才有罪 怎么了 御林军 都让龙中堂调来的 步兵统领衙门的人 换房了 龙科多 龙科多在哪儿 靡上 《挥皇上》 李津ishing 走 指溟统领衙门尔 共够大 《挥 portfolio》 万一出点娄子非同小可 所以奴才增添了兵力 维持防务 那好 你即刻调两棚御林军来 交给土利臣 请问皇上 今儿个在座的 都是我大清国的诸王公大臣 那么调御林军要抓谁呢 你讲这话是何居心呢 皇上 奴才只有一颗侍主之心 像当初天命六年 太祖五皇帝曾率诸王 对天共同分相祈祷 说上下神知 五子孙辈中若有不善者 天可灭之 勿加以刑伤 以开杀戮之端 今儿个 四个齐主王爷 奉旨前来共商其物 说得对 皇上可纳之 说得不对 皇上开导之 千万不可以做出 有违太祖圣训的事来 好个侍主之心 算朕看走了眼 居然让你管着九门 龙可舵 你不要忘了 在城外面 还有丰台大营 西山瑞建营 比你不兵同一衙门的兵礼 要多数好几倍 皇上这话 真让奴才无敌自容 奴才这样做 也是为皇上着想 也是为祖宗的江山社稷着想 现在不仅仅是奴才 就是九门的将士 包括丰台大营和西山瑞建营的将士 也和奴才一个心思 望皇上能够贱纳陈下的忠言 不要动不动就以兵刑相加 花吗 丰台大营和西山瑞建营的防务 已被四个旗主带来的参将 共管了 什么 你说什么 八叔他们说 是皇阿玛同意他们 进驻两个大营 整顿兵务的 好手段 老八 你果然是深藏不漏啊 皇上 这话 臣弟可就听不明白了 让关外的铁骑 帮助关内 整顿齐营的兵务 这是皇上您的旨意 并不是臣弟的主张 这事儿 洪昼可以作证 洪昼 当着满朝的大臣 昨天晚上你说过这话没有 臣 三哥 回皇阿玛 五弟也就是误说了一句 是听皇阿玛亲口说的 昌恭 皇阿玛 皇上 皇上 昌桑 皇上 不要动 情人 红州 你是三叔 真是疾病发作 去看太医了吗 灰 灰花呢 是的 他不是被什么人挟持了吧 儿 儿 儿臣不知道 皇上 要不要退朝 不 允四 朕只向你说一句 要是十三弟 有什么散场良短 你和你那些同谋们 那就是自决于天地 自决于列祖列祖 皇上 您把臣等看得也太坏了 自古从来就是皇上 想抓就抓 想官就官 想杀就杀 做臣子的 能保住这条性命 就算不错了 哪还有丝毫加害他人之心呢 今儿臣等别无他求 只求皇上 能让臣弟 尽几句忠言 好 迟早你也会跳出来 让你说 好 好 只要皇上 能让臣说几句话就好 曾几何时 谢继世 陆生南 忠言直见 皇上非但不听 反而杀了他们 今天 今天 当着满朝文武大臣 和诸位铁帽子王 臣斗胆发问 圣祖人皇帝当朝的时候 能发生这样的事吗 不能 皇上时常抬出圣祖人皇帝 那么请问 圣祖人皇帝是这样吗 不是 我大清列祖列宗 历经图治苦心经营的 这一片江山社稷 到了圣祖手里 政治清明 版图一统 百姓安居乐业 国事蒸蒸日上 人称康熙盛世 可皇上 却口口声声 圣祖晚年眷于朝政 立志腐败 国弱民穷 好像圣祖留下的 不是一片宏伟基业 而是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 臣 切为圣祖不平啊 皇上自继位以来 仅仅在用人方面就有很多失误 可是群臣是敢怒而不敢言呢 难道这不是我们朝廷的不幸吗 用年耕摇 朝廷就耗费了几千万两银子 可大部分都让他贪污挥霍了 国库怎么能不空 用田文静 他把河南的读书人全都得罪了 一致于声援霸考天下震惊 大家说人心怎么能不失 再说 世身不当差不纳粮 这是千百年留下来的骨质 可皇上却要强为逆行 以致天下世身怨声四起 人心惶惶 政局怎么能不乱 圣人说 君为卿设计次之民为众 视为四民之首 没有了世身的支持 祖宗的江山设计如何能够稳固呢 皇上 是在简亲王他们提出的八王义政 纯是出于对祖宗的江山设计负责 出于爱国的一片忠心哪 皇上 让大家出来 共同地辅佐您 齐心协力 匡政绝师 治理天下 这有何不可呢 说得好 和祖宗的江山设计比呀 这一切都得让步 皇上 你就这么怕八王义政吗 是啊 皇上 就是 皇上 对 请皇上恢复八王义政的组治 看样子啊 朕 就是想不同意 也不成了 是吗 你们以为 勾结了龙科多 调兵逼宫就可以逼朕就范 是吗 皇上 皇上 您说这话 臣等如何担当得起啊 臣等对朝廷并无二心 更何况造孽 请皇上 请皇上 有话要说 有话要说 你说 喳 我收到何谈 你肯定是吗 我肯定是吗 这是吗 这儿 哪儿 我肯定是吗 这儿 舅爷 石爷 今天是朝会 你们刚才说了那么多 我是先帝的老臣 两朝的宰相 这下面就有我许多的门神顾虑 你们该不会把我也当成满人的狗 不让我说话吧 刚才各位旗主王爷说到了八旗义政 请问 什么叫八旗义政 这还用问吗 八旗义政就是当年太祖爷封的八个铁帽子王 共同商议政务 因此也叫八王义政 是 对 对 不对 什么叫八王义政 我来说说吧 一位天明四年 太祖令楚护里等五臣 与科尔科布五位王 共谋联合反明 注意 这不是八王 而是十王 而是十王 因此也叫十顾山之政王 到了天明六年 情形又是为之一变 参与蒙氏的并没有五位王 也没有科尔科布诸王 而是四大败 而是四大败勒 而是四大贝勒 带善 阿民 蒙古尔泰和我太宗文皇帝 还有德克勒 将多尔滚多夺这些王爷 就不在八王之内 因此 也就从来没有什么八旗义政 没有 没有 选青王爷 是不是这样啊 差不多吧 为什么呢 正是因为八王义政 从来也没有弑权统一 而且容易引起人的 篡权夺位之心 我氏族张皇帝 当时一览上三旗之权 归于天子 圣祖仁皇帝 又将旗营 汉军营统编入兵部 由国家统一提掉 都是这个原因 八爷 您是参加过编转 八旗通知的 该不会不知道吧 如果八旗各方为政 定会同事操戈 祸器萧强 不但无今日之大志 主王 其主王爷 岂能安慧圣经 因此 今日重提所谓八王义政 不但不合时宜 而且定会扰乱国家政局 断不可行 你说完了吗 没有说完 今天是朝会 皇上已由明指 议的是新政 可是几位旗主王爷 却节外生枝 一处所谓八王义政 因此 我才不得不就此话题 说说清楚 刚才八爷九爷和各位旗主王爷 一起指持新政攻击皇上 这才是我今天一定要说的 我张庭宗 我张庭宇 追随圣祖康熙皇帝 凡二十年 圣祖的心思 我最清楚 他老人家知道 病天 念念不忘 耿耿于怀的就是 正顿立志 改革必正 康熙四十六年 黄河发大水 泽国千里 灾民百万 朝廷却拿不出钱来 赈灾济民 全靠当今的皇上 和十三爷到江南募捐筹款 才渡过了那次难关 先帝也曾对我说过 再不整顿立志 这个国家就危在旦夕了 因此才有了后来的追逼 国库欠款 先帝数次下决心要平叛乱 都因国库空虚而无法用兵 对此先帝经常食不甘位 也不安息 先帝也经常对我们说 再不改革必正 朝廷连佣兵都没有办法了 先帝也 为什么不立刻整顿立志 推行新政呢 就是因为 诸位皇子为了争夺敌位 把朝局弄得错综复杂 先帝实在是没有精力完成这番大业了 先帝也曾经对我们说过 看来这件事情也只有寄希望于后人了 马中堂 您说是不是这样啊 张中堂所言句句是实 自我当今皇上遇及以来 秉承先帝的遗愿 为了江山设计 为了天下苍生 推行新政 是有目共睹啊 贪定入母 是国库每年的赋税 增加了一半 火号归功 虽然使那些地方大员 没有了三年青之府 十万雪花银的进享 可是国库也因此又多收入了两成 田文静在河南推行 世神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 虽然使那些有田的大户们 多少受了点损失 可是河南境内 却因此又多收入了四成 穷库的百姓 也相应地减轻了负担 这些都是真事 发生在眼前的真事啊 八爷 您说是吗 八爷 您是总理王大臣 人称贤王 更应当以贤为怀 这些眼前发生的事 您不会不知道吧 别人反对新政 八爷您 是最最不应该反对新政的 你放肆 你口口声声赋税赋税 朝廷的钱就是再多 失去了人心又有什么用呢 我爱心觉罗的江山设计 正是因为像你田文静 严更有这些奸臣酷吏 才搞得人心失禁 我知道 你是怕恢复了八王义政的组织 而失去了你军机要臣的职位 是不是 八爷 咱俩同时器官不作 归隐山林如何 恕臣再说一句直言 只怕我张廷玉舍得走 八爷您舍不得走啊 反了 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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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反了 皇上 汉臣有这样对秦王说话的吗 至少是不像话 你们对朕尚且这样子说话 张廷玉和允四同朝为臣 为什么不能这样说话 你给朕坐会去 老补 永信 承诺独落 你们还要替八王义政吗 我 你去看看 我去看看 你去看看 你去看 蕊亲王 微臣在 刚才朕都看到了 他们逼宫 你没有和他们参合 朕很高兴 谢皇上 起来 坐吧 皇上这话 臣弟不能认同 这瑞亲王进京 和其他三位王爷一样 在一起一同意了 整理齐务的纲目 还一起建议了八王义政 并没有谁 在贝里里另起炉灶 是呀 不知皇上所说的 他们逼宫指的是谁 这掺和又是什么意思 我们没有司机阴谋 皇上若无师政 为何害怕八王义政 阴四 你是铁了心 要自觉于朕 自觉于列祖列宗吗 皇上 是不是自觉于列祖列宗 皇权路上 自有印证 皇上 什么事 十三爷 十三爷怎么了 回皇上 十三爷他来了 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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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聋了 皇上叫你们抬起来 就抬起来 抬起来 快 快 李德权 我在这 把这个铐垫给十三爷垫上 这个 这 过来 去盯着他 是 大哥 是 有什么 调臣建议 可以直接向皇上说吗 干吗要那样做呢 土力辰 在 把他们带上来 把他们带上来 带上来 折 走 走 接着 跪下 皇上 这几个人臣弟都带来了 那 该如何处置 请皇上决断 处置他们有什么用 先带下去 免得捂了朕的地方 折 折 拉下去 折 走 隆可多呢 回皇上 隆可多刚出正殿 就被我看住了 要不要叫他进来 朕不想见他 带他到应该去的地方 折 八爷 九爷 十爷 朕累了 想必你们也累了 是 土力辰 在 送他们回府 遵旨 八爷 九爷 十爷 奴才奉旨 送各位爷回去 皇上四哥 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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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弟弟告诉你 如果你不是皇上 你是赢不了的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满朝的文武大臣 除了一个你曾为他掌握灯的王文昭 还有这两个高官后路的军机大臣 还有这个废了的老十三 还有这个废了的老十三 还有谁 替你说话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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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走 和四公子 无非是一死而已 皇上四哥 兄弟们 就等着你来杀了 老九老十 不要农包求人 走 走啊 我说 四位王爷 你们还不赶快向皇上认罪啊 难道 真的要皇上 废了你们头上的铁帽子不成吗 皇上 臣等致罪 致罪 朕既不加罪 锐亲王都落 摘心仁厚 不予出发 其他三人 罚疯一年 来 到礼藩院把八旗通至 各朝十本 待会就给你们的子孙们看 谢皇上隆恩 省得以后再有人提什么八王义政 今天朕好伤心哪 今天朕好伤心哪 朕伤心哪 不是陨四他们逼宫乱政 朕伤心哪 是这么多朝廷官员 居然一个个作弊上官 平日里 你们口口声声 君君臣臣 今日君赴当次危难之际 你们的钟爱之心都哪里去了 难道朕 朕是什么杰昼之君吗 皇上 朕自登基以来 为了这个千疮百孔的江山社稷 为了我大清的无数苍生 不得已推行新政 日夜辛老 累得筋疲力尽 没想到 竟这样得不到你们的理解 看看这个十三爷吧 二十年前 谁不知道他是鹦鹉豪侠 一泊云天的拼命十三郎 如今累成这个样子 还有这个老臣张廷玉 这才几年哪 须发已经是浩白如雪啊 还有一个李渭 也累坏了身子 有人对田文静说唱道断 田文静火号 才收到三千 他在给朕的奏折上说 古寿如柴 恐年命不永啊 他也是累疯了 这个皇帝位子有什么好 偏偏像陨寺 云堂这帮小人 打横炮使邪力 必欲取之代之 而好安而好鬼 对 他们是猪 是狗 是哈齐大 是四四雷 十三弟 是三爷 十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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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弟 皇上 臣弟要去了 不会的 吴先生说过 你有九十二岁阳寿 九十二岁 你知道吗 臣弟明白了 明白了 连日待夜 要是这样算的话 正是此事 留岁 皇 皇上 我 我 十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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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太医 传太医啊 皇上 四哥 你一定要 多多地保重 要担心 你清楚 你四哥 这么做 纯粹是为了江山设计 为了天下苍生 朕尚不愧列祖列宗 下不愧黎民百姓 再有十年 二十年 国家富强了 老百姓也富足了 他们就是要反对 也动摇 也动摇不了朕的心症 朕为一担心的事 上天 会不会给朕这么多时间呢 朕的时间也不多了 那 四哥 我要跟你说的 就是这件事情 记得皇阿玛在世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干 大使者 必须照替身为第一 只有继位的人 才能继续地干下去 才不至于 功亏一亏啊 这件事 朕心里多少有点低 所以 弘历能够把朕 没有干完的事情 干好的 可是万一弘历 不能顺利地继位呢 我也是隐约约地有些担心 皇上 咱们这一辈的人 多的引起的教训 不 不能够忘啊 你说的是谁 目前看来 红舟没有这个心思 你看 红舟 但愿他不会 但皇上 要多留个心眼 我总觉得 在她的身上 有八格的影子 是咱弟 是咱弟 红罩 红罩 来人 来人 皇上 您回去吧 赵五哥 难得你有这样子一片孝心 自愿去为十三爷守灵 这件皇马挂 是朕赏赐你的 奴才的这条命 是十三爷救下来的 给十三爷守灵 是奴才该当的 皇袍马挂 是朝廷赏给立功将士的名气 奴才万万不敢受刺 你替朕好好守卫十三爷的陵墓 你就是朝廷的功臣 收下吧 皇上 您得赡养龙体 三年以后 奴才 再回来侍候您 我都不许多了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哪里 他还没有 过去哪里 你来多吗 来吧 皇上 皇上 秦深 皇上 那支荷包 是十三爷 让你唱小曲的时候 赏你的吧 十三爷 再也不能听你唱小曲了 能 皇上 奴才听人说了 这人 虽然走了 可是他的灵魂 却没有走 总是在他 生前带惯了地方 转悠 不要怕 不要怕 你十三爷 是千古第一等好人 他就是来了 也不会吓着你们的 铁帅儿 你唱这小曲给你十三爷听吧 是三爷 你老在世的时候看得起奴才 喜欢听奴才唱曲儿 现在奴才 现在奴才 再唱给你 要是你喜欢托个梦 奴才每天晚上都到这儿来 唱给您听 别说了 别说了 快唱吧 乖是人的 初一到十五 十五的月儿高 那春风吹 多样呀呀流少 三月桃花开 请愿唱笑 你喝点心 我喝点心 帮你喝点 focuses 让你们是阿启纳塞斯黑他们 你十三爷也不会这么快走了 你们说是不是 皇上 皇上问到这话 我也想起了一件事 那一年 十三爷到锦陵去 去劝十四爷 十三爷 十四爷不理解他 十三爷挤得都吐了血 十三爷并没有出十四爷的气 十四爷 我想十三爷他做得对 如果十三爷在天有灵的话 一定也会劝皇上 不要对八爷他们 太 太什么 太严厉 皇上 八爷 九爷 十爷 他们是不对 他们毕竟是皇上的兄弟呀 到这个时候来 你居然还为他们说话 皇上 您可以处置他们 但不好把他们叫做 阿提纳塞斯黑 他们也是先帝爷的亲生儿子呀 那把他们叫什么 你说 朕知道 朕知道 你心里还在想着他们 还在想着隐梯 是不是 皇上 皇上 算真糊涂啊 把你留在身边 是想让你知道 这天下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现在看起来 这天下 就没有什么有良心的人 你走吧 回到隐梯身边去 去 皇上 你走 走就走 你走 我 这就叫你 你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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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不要走 子 走 我走 你走 你走 好 要不是阿齐纳 赛斯黑他们丧心病狂 你十三叔 也不会这么快就走了 你说是不是啊 是 他们 他们真正是罪该万死 朕不能杀他们 朕不想落个杀地的骂名 但是 也绝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 你去 给你三拜和红州传旨 你们三个人 去把阿齐纳 赛斯黑 还有 允娥家那些不义之才 以及所有的来往信诈 全部抄没了 儿臣这就去传旨 阿齐纳 赛斯黑 自圣祖仁皇帝时 即心性险恶 勾结允娥及其同党谋权乱政 朕预计以来多方感化 望其改恶从善 不料 彼等丧心病狂 变本加厉 种种略行 不胜枚举 此次 竟与朝堂之上妄图谋逆 自决于列祖列宗 朱 成亲王允旨 会同黄三子红石 黄五子红昼 前往超末 阿齐纳 赛斯黑 和允娥家产 成亲老王爷 三贝勒爷 五贝勒爷 他 他 他死了 屁话 今儿早上朝 从这门前过 我还小时候他打太极拳呢 奴才怎么敢稀弄老王爷和三贝勒爷呢 二位 您看看 门神都呼了 也都哭成一片了 大抖门人 老王爷 三贝勒爷 我们五贝勒爷他 太生天了 他 胜天了 他 胜天了 他 胜天了 几十墨的 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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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这 才不久 才不久 藏铁都发出去没有 没有 没有 奏报皇上没有 没有 为什么还不奏报啊 为什么还不奏报啊 别 慢着 倒什么鬼 我这就来 红肘到底怎么回事 我 背三贝勒爷 你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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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停了 停了 老五 你干什么呢 是三哥 三大爷也来了 老五 你闹得有点太出格了 你到胡同会瞧瞧去 那看热闹的 没有一万也有七八千 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上回弄了一百多和尚 倒是在家里胡闹 黄阿玛没追究你 这回你活出丧了 黄阿玛知道了你还活不活了 话可不是这样说 上回安亲王活出丧 三大爷和我还去上季喝酒 三大爷 您说是不是 安亲王都七十三了 你猜多少 几个人能活到七十三了 三哥 你抬他手吧 让我够把瘾吧 好了 好了 这把瘾留着你以后再过吧 眼下你胡阿玛有旨意 让我们爷仨去抄你八书九书十书的价 这把瘾留下 赶紧走吧 这可能不行吧 几个高人都给我算过 这七天我都不能出门 否则便我血光之灾 三大爷 三哥 你们去吧 你疯了 这可是黄阿玛的旨意 黄阿玛那我上折子说明 他老人家总不会眼睁睁的 看着儿子惹上血光之灾吧 你 算了 还是咱们去吧 太不像话了 早点起家起家 起家 这点是什么事啊 你说这些不错 这些不错 这些不错 走走走 太不错 太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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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将 座才恭迎三主子 罢了 来 我知道你们混账 发惯了抄家财 今儿奉旨抄阿奇纳的家 你们大可拿出发财的本事 把东西多藏一点 奴才 奴才们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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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别人你们造化 土地争 奴才子 奴才子 把家眷和家人都集中在太监住的院子里 不许惊扰 等我发落 所有财物 一体抄没 全都要造策成报 书房和签牙房由我处置 所有预批和预杂和书信 抄拢后全部交给我 有胆敢偷看一个字的 他今儿子就不能想回去了 听到了吗 都听到了吗 听到 起来 抄 走 快 快 这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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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 这边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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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被三叶请安 奴才抄家的事你们都知道了 这是明摆着的事 八爷已经早就等着这一刻了 你们八爷呢 为何不出来接纸 八叔 给您请安了 八叔 您身子还好吧 没什么好不好的 膝盖肿了 跪不下去 你是不是叫几个人按倒我接纸 八叔 八叔 您这是哪儿的话 既然您无法下跪 嗯 那就把圣旨请去 您自个儿看吧 老三哪 难为你还能叫我一声八叔 其实你叫我阿奇纳 我总比听着爱心觉罗隐四手用 你们的衣服 公子 八叔 事情到这份上了 侄儿心里十分难过 您要是身子不舒服的话 就先到屋里歇着吧 圣旨上说 要把我的全部家产抄磨 你们是不是要搜我的身呢 八叔 不管怎么说 您也是圣族仁皇帝的儿子 当今皇上的弟弟 便有一千条王法 也没有搜您身的这一条 我身上可有上千万两银子 你们要不搜 可就错过机会了 八叔说笑了 fiberglass 你会是需要 就 blade 那 我 注意 队 自己 Aus 求命呀 冻ins 八爺 八爺 三位雷爷把所有的门人和家奴都赶到西院去了 说是 说是 说 说是什么 一个不留 全都发配到云贵极边之地去 雍正的圣旨上没有这一条啊 八爺 是三贝勒自己的主意 八爺 三贝勒的手段可比他老子还毒啊 他说什么时候走 说是今天就要走 这么多人 还有好些老人 女人 还有孩子 这一句可怎么了得呀 八爺 雀元 你把红石请来 得 我要奉旨问八爺的话 你们在这看着 任何人不得靠近 得 八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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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儿这么做也是为您着想 这些人没事的时候嘴巴鼻子都能翻出浪来 再说这会儿 怨毒在心 到处传钱话 传到皇上耳朵里 对您不利 一准又得连累八爺您 所以只儿 八爺 八爺 你不用解释 你这样做我很高兴 你比八爺强 您这样说 侄儿真就无地自容了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侄儿也不会做出对不起八爺您的事来 您要是不同意 我就不发费他们了 三儿 你误会你八爺了 八爺说的话全是真心话 要成大事 就得像你现在这样 该下手的时候 就得六亲不认 就得心狠守毒 八爺这辈子 吃亏就吃亏在一个闲子上 八闲王 八闲王 闲有什么用 百无一用 百无一用啊 什么人心 什么德望 到头来 都是一千不值 三儿 你刚才进来 同我解释的时候 神字中仍然有欠然之意 这就说明 你的火候还不够 你应该劝你阿玛 把我 还有你九叔 十叔 十四叔 全都杀了 而且 我们不但不恨你 九泉之下 我们还感激你 你别这样看着我 我说这些话 只是为了证实一样东西 那就是人这一辈子 应该怎样去争 可惜呀 人世不能再活第二遍了 这个愿望 只有靠你自己去证实了 是吧 这些是八爷党里头 你阿玛还没有发现的官员的名单 一二品的官不多了 你拿去 或许用得着 或许用得着 八叔 你比你八叔幸运 你八叔这一辈子 你皇爷爷生了三十六个儿子 活下来的也有二十四个 而你阿玛只有三个儿子 所以太和殿那个位置 不可能有第四个人取证 你过来 听八叔说 要说灵透 你们兄弟三人中 应首推红咒 你不要不以为然 你想一想 你们兄弟三个在一起读书 红咒是最不用功的一个 可哪一次背书 他不是倒背如流 你再想想 他做了那么多荒诞不惊的事情 可哪一件是违背家法理制的 他是变着法子和光同尘哪 比如说 这一次抄我们几个人的家 他就弄出个活出丧来 这一点他就比你高明得多 但你无需担心他 他不像你皇爷爷 也不像你皇阿玛 说到像 他都真有点像你的皇太爷 氏祖张皇帝 他知道当皇帝是孔氏 平安做个王爷 是真正的福分 所以 他是绝不会和你争这个位置的 那么剩下来 就是你和弘历 你听清楚了 你有两点不计弘历 第一 第一 精明不计弘历 第二 狠毒不计弘历 弘历处处世人 已儒雅宽厚 但该下手的时候 他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在山东 杀巡抚 杀藩台 杀涅台 一连杀了二十多个官员 他竟连纸都没有请 这个 你做得到吗 柯举鹏党案 他是正经的钦差 却把个刘莫林推荐出来 得罪柯甲官员 他自己躲得远远的 还不让你划马起疑心 这个你做得到吗 八叔说句话在前头 嗯 到了关键时候 他要杀你 他会毫不手软的 所以 萨儿 你要办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在他之前 先除掉他 这 萨儿 先发制人 后发则为人所制 往锅里添水 不如釜底抽薪 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 将来的结局 比你八叔还惨 如果让我阿玛知道了 他能着过我 嗨 你以为你和阿玛还有多长的日子吗 他瞒得了别人 瞒不够我 他一个人每天干的是五个人 甚至是十个人的事 吃的睡的 却不及常人的一半 这能长久吗 你仔细留心的看一看 这一年多来 他的手指在不停的发颤 莫名其妙的冒冷汗 哼 这都是夏世的光景 因此 你不能够当 万一他突然倒下 那你就争不过弘历了 明白吗 母爷 皇上今儿心情不好 您得小心点啊 下不来的时候 替我圆圆吧 母爷 而且给皇阿玛请安了 起来吧 到场做完了 阿玛这时候把你叫出来 不会让你染上雪光之灾吧 皇阿玛圣明 儿臣那些婚话本是唐色诗人的 儿臣 儿臣实在是因为办不好差事 怕到头来 又给皇阿玛添乱子 才弄出这么个借口 请皇阿玛置儿臣欺君之罪 你自己说出来了 就不算欺君 你这么做 阿玛也能理解 你整天跟那些和尚道士搅在一起 总比跟那些朝廷的官员搅在一起要好啊 小小年纪 就知道明哲保身 这一点哪 比你阿玛都强啊 皇阿玛 皇阿玛儿臣 百无一用之人 就在修长十辈子 也忘不到皇阿玛的相辈啊 你也犯不着如此自意啊 其实呢 在你们兄弟三个当中 也只有你呀 真正有点像朕 真在你这个年龄啊 也和你一样 潜心佛法 从来都不愿意卷到争斗当中去 后来是 你皇爷爷一片苦心 硬是要把祖宗的江山社稷交给朕 哎 朕这也才勉为其难呢 皇阿玛这样说 儿臣就更羞黑无地了 皇阿玛就像天上的太阳 虽无意与人争灰 但光芒自然普照万物 儿臣本是迎虫之光 拿什么去争啊 你把阿玛说得如此之高 可世人并不这么看哪 岳中齐今天抱来奏折 说是 有个叫曾靖的湖南人 派他的弟子到他那儿去策反 给朕列了十大罪状 把朕说成是 古往今来最大的暴君 最大的昏君 你看看吧 这些狂犬废人的风话 儿臣不惧意看 秦皇阿玛也不要理睬 嗯 你不看也好 可是朕不能不理睬啊 岳中齐今天抱来的奏折 说是有个叫曾靖的湖南人 派他的弟子到岳中齐那儿策反 给朕列了十大罪状 把朕说成是 古往今来最大的暴君 最大的昏君 你看看吧 这些狂犬废人的风话 儿臣不屑意看 请皇阿玛也不要理睬 嗯 你不看也好 可朕不能不理睬啊 心地龌龊的人 恨朕的心政就到处造谣 如果天下百姓都信以为真 那朕的心政就无法推行 祖宗的江山设计也就不稳哪 是 儿臣想不到这一层 任性险恶 防不胜防啊 来 坐下 你给朕说实话 上次 朕叫你和洪石去接几个旗主王爷 你是怎么误传圣旨的 回皇阿玛 八叔问儿臣 皇阿玛有没有叫几个旗主王爷 参与整顿齐营兵务的旨意 儿臣回答说有这个旨意 没想到 嗯 当时 洪石是怎么说的 嗯 是什么就说什么 是 儿臣记不清三哥说什么话了 他好像 没说什么 嗯 好吧 不愿意说 也就算了 皇阿玛 皇阿玛 嗯 儿臣有个奏请 请皇阿玛扶允 说吧 儿臣想让贾石方 来给皇阿玛看看病 再说吧 洪石一会儿就要来复职了 我看 你就归安吧 喳 不论 他 啊 我看 快한다 他 在哪里 天下 没有不散的宴夕 不要说一个家 一朝一代 一个国家 就是这个世界 也有灰飞烟灭的一天 你们都跟了我这么多年 就是再过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也终于分手的时候 不过 是生一死别罢了 我 我一感到愧疚的是 没有能够在这以前 给你们制一份家业 我太爱惜自己的名声 一个闲字 害了我自己 也苦了你们 这是我为大家积下来的 一共是一千万两 我向红石求情 让他宽容你们一天 就是为了这个 父亲啊 这一半 你收着 明天带着孩子回娘家去 你是亲王的女儿 朝廷有议贵的制度 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 再说 有了这点钱 回到娘家 也免得看人家的眼色 爷 你这是说的什么呀 要死要和我一家人都在一起 我怎么能撇下你走呢 父亲本事同理妙 大难来时各自非 你们 你们犯不着陪着我受苦 你只要把我的孩子们都带好 就是对我的一份恩德 老胡啊 这一半封给大家 单身奴每人两千 成了家的每人四千 我的家生奴才每人五千 太监每人六千 你还有几位师爷 每人十万 有这回事 回皇上 正是这样 是奴才安在那儿的一个耳目 报告奴才的 走 谁呀 这么晚了也不让人安上 来 你们接着的 我去看看啊 我去看看啊 谁呀 刑部的 来点安全的 刑部的 这么晚了 你们是行部的 你这么晚才来的 哎呦 涂大人 小的给您请安了 轻点 来点 我去看看啊 这 走 走 胡饼 这 这 这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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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进城 这 忽啊 忽啊 我那叫超家胡 忽啊 哎呀 你小的 那你哭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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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 什么叫超家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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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牌 洗牌 洗牌了 问你呢 回国 回 回皇上 抄家胡就是通杀 这是在嘲笑朝廷抄家 抄得干干净净的 万事以后 把这几个都送到刑部去 这 龙哥都关在哪 关 关在那边马房里 带路 知道 北方 北方 带路 带路 王 龙哥多 龙哥多 你聋了吧 皇上来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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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子可把您判 把您给判来了 皇上 您要是再晚来一两天 老奴就捡不着您了 朕并没有要处自你 是 没有人 没有人要害死奴才 没有人要害死奴才 隆克多虽然有罪 但曾是朝廷的重臣 是谁把他关在这么个地方 回话 回 回 回皇上 本来是关在隔壁院子里 后来他发了疯病 才改关到这儿了 你才是疯子呢 你才是疯子呢 皇上 女才要是不装疯 就看不见您 看不见您老人家了 皇上 皇上 把铁门打开 放他出来 这 去 这 这 皇上 皇上 你刚才说 再吃一两天就见不到朕了 是什么意思啊 那是老奴太想念皇上了 所以才说得疯话 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要替别人隐瞒吗 皇上 奴才是天地下第一号 忘恩福义 死有余辜的人呢 奴才不愿意再造罪孽 皇上 皇上 就请您 即刻加之 把奴才名称天心吧 奴才 心里边也好受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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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负朕 朕不负你 你放心吧 朕绝不会杀你 皇上 但若你不明不白地死了 朕也没有法子 皇上 如此的 那奴才 奴才 奴才更是溃毁 溃毁无地 奴才 真是 真是黑了心肝 奴才 现在 就是 就是回 也来不及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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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看哪 皇上 皇上 我 说 皇上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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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般鬼与伎俩 两个晚上了 他们就用这个压在奴随的身上 最多还有两三个晚上 奴随就没命了 而且无伤可厌的皇上 皇上 知道是谁指使的吗 不 不知道 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敢说 皇上 出死无大祸 奴才 都是要死的人了 还有什么不敢说的 皇上 奴才是怕说出来 是怕皇上听了 伤心呢 你说 是红尸 听着 干好了这件事 你们就是爷的功臣 干砸了 你们家人一个都甭想活命 你带上几个人 连夜赶到江南去 见到红利之后 叫他立刻回京 另外 叫李渭带上五百人 亲自护送红利 皇上放心 奴才全明白 快去 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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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怎么糟了 有人要暗害保亲王 有人要暗害保亲王 来 在 去杨州 来 皇上 我才该死 皇上 老先生 打20蛮子 皇上 皇上饶了我吗 皇上 皇上饶了我吗 皇上 饶了我吗 出去 皇上 让我出去 这 出去 来 对 啊 啊 你不是走了吗 补天之下莫非枉头 我还能走到哪儿去 就这个理由 回答朕 我不想离开这里 我想留下来 这下你满意了吧 好了 好了 朕也没说你什么呀 就那么准备标 把皇上打起来不合 倒坏了皇上的张杆 不论如何您得保驾 回京之前不能出事 是的 你们快点跟人来 快点 四弟 你终于回来了 给三爷醒来 你们都起来吧 你们辛苦了 听说有人要害你 把皇阿玛和我们都集坏了 祖宗保佑 总算平安回来了 多谢三哥挂你 在外面当差 哪能没一点风险呢 你贼抓到了吗 弄他们失职 那些逆贼 都被人杀了灭口 知道这些逆贼来路吗 从他们的身材长相 和穿在里面的衣服可以看出 这些都是北方人 会不是你在山东 杀那些官员部下 找你来报仇 有点像 四弟 不是我说你 你是千金之体 君子之命 不利乎严强之下 再不要干那些微服出访的事了 你知不知道 你在外面皇阿玛 皇阿娘 还有我是何等担心呢 对了 上个月我突然给你带了八两牛黄 一斤设箱 还有点冰片 你收到了吗 多谢三哥 我都收到了 对了 你爱喝好茶 我给你带来二斤碧螺春 是乔婆子家的 全是十二三岁的黄花闺女 在古语前一天用嘴唇咸下来的 你平时干火旺 这个茶喝了以后听说能去干火 你多喝点 好好好 我一定要尝尝 看是不是真的能去干火 走 拖皇阿玛的庇佑 儿臣平安回来了 请皇阿玛就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 皇阿玛圣明 儿臣实在不愿意因为这件事兴起大狱 更不愿意因为儿臣使皇阿玛和皇阿娘伤心 只是刘莫林可惜 还有什么医院吗 没有 对了 儿臣曾听她说过 就是对不起苏顺青 儿臣有个请求 请皇阿玛扶云 说吧 请皇阿玛自苏顺青一品告命 刘莫林是为了儿臣才被歹人害死的 请皇阿玛扶云 请皇阿玛了缺了她这桩心愿吧 好吧 请皇阿玛 请我 请我 顺青 皇上赐你告命夫人了 顺青 顺青 皇上赐你告命夫人了 快开门 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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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子 主子 李渭 来来来 主子 这 这才多久没见您的 您 您怎么就受成这样了 你看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 一爹 您能看出来 朕瘦了吗 奴婢们天天都在皇上身边 不像李大人 隔了这么多日子 一眼看来自然觉得变化很大 不过这一两年来 皇上的确憔悴多了 李渭 来坐 您看 我这 我这忘了 奴婢忘了 给您请安了 免了吧 狗儿啊 你也起来 让朕爷看看你 你也是瘦多了 翠儿怎么样 还好吧 老主子惦记 翠儿也不太好 十三爷去世以后 他一想起来就哭 还老念叨着 要进进来看主子呢 好啊 好啊 下回你进京啊 带他一块儿来吧 狗儿 过来 你看 朕的手又湿又凉 你说得不错呀 朕真是大不如前了 可是还有这么多的事情 没有做完 朕这心里急呀 坐 坐 狗儿 暗杀弘历的人是谁 你也应该知道了 你说说 朕该怎么办呢 给我 真的是 什么事儿 农衫都能帮主子办 这事儿 农衫我 没法说啊 朕知道 朕不该问你啊 起来吧 连朕自己都难以委决的事 你又能说什么呢 来 朕给你看样东西 朱子 这心里说的是谁呀 又害父害母杀兄杀弟的 还 还贪财好色 不知道吧 这个人说的就是朕 怎么会 哪条疯狗敢 敢这样辱骂朱子 这个人叫曾静 是湖南的一个老生源 他写这封信给岳中齐 叫他起兵谋反 人呢 在哪儿 押解到京里来了 朱子 你把这条缝狗交给奴才 我把他的眼 一颗一颗拔下来 其实说朕坏话的 又岂止这个曾静 那些被朕的心证 断了财路 拨了特权的人 又有几个不恨朕 有几个不说朕的坏话 可朕也没想到 他们居然把朕编排得如此不堪 除了说朕 博杀先帝 逼死母后 还说朕每天都喝得酒醉醺醺呢 每天晚上要翻几次牌子 更有编得出奇的 说朕的侍卫 是什么雪笛子队 土里琛带着这个队 想杀哪个大臣 使个眼色 夜里就派人去杀了 放屁 可恨的是 大理寺和刑部 都不愿意审理这个案子 他们上折子说 如此悖逆之言 非臣下所敢听 非臣下所敢问 其实他们心里啊 何尝不是幸灾乐祸呀 朱大 你把这案子交给奴才 奴才有法子叫这帮疯狗 直到厉害 你审不了啊 因为散布朕这些谣言的 其实啊 就是朕的那些 弟弟 是八爷他们 没错 许多谣言 都是阿琴阿塞斯黑 那些发配到 云贵的门人们 沿途散布的 朕已有旨意 朕决定亲自审理增进 他们想看朕的笑话 朕没有笑话让他们看 朕要让天下人都看一看 朕到底是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朕子 不是奴才 都敢敢说祖宗的不是 先帝爷千般都好 就是太宽容了 明知道八爷他们一个个心术不正 还一个个亲王贝勒的夹锋 把这些难题都留给主子了 你说的有理 不管多难 为了新政 为了祖宗的江山设计 朕不能再把难题留给后人哪 三爷 这儿 这儿什么地方 花麻在哪儿 就在前面 三爷 走吧 三爷 这边走 三爷 这边走 皇上在这儿 皇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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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站住 站住 儿臣叩见黄阿玛 三儿啊 这么多年来 朕也没能和你单独吃一顿饭 记得当年文决大师曾经对朕说过 有国无家 爸 直到今天 朕才真正领悟了 喝吧 花阿玛 儿臣平时也没能在阿玛跟前略尽孝当 这杯酒 儿臣仅没花阿玛受 花阿玛 朕有话要问你 这 霸王义政 你冲的什么角色 阿琪那是怎么跟你商量的 你和龙科多 又是如何密谋调兵的 没有啊 花阿玛说的 儿臣一点也听不懂 人一点也听不懂 花阿玛 儿臣平时办斋或有失误 但自问 静上碍下 从没使过黑心 这一定是从中有人陷害 离间阿玛和儿臣 你派去杀龙科多灭口的人 也会陷害你 一心想把你扶上王位的龙科多 也会陷害你 黄阿玛 儿臣是曾叫人杀过龙科多 但绝不是什么杀人灭口 黄阿玛 儿臣觉得龙科多他忘恩负义 而黄阿玛又不忍心杀他 这才 住口 朕问你 雍正二年课唱舞弊案 试题是谁泄露出去的 张廷路又受了谁的指示 当时朕就怀疑上了你 也怪朕的一点矮子的私心 就没有再深究你 事发之后 张廷路息事问朕 你整天围着朕 一句奸行的话也不说 还拼命劝朕要将他满门抄朕 当时朕对你 就很憨心哪 这次你居然和阿奇纳赛斯黑 串通几个乌糟猫王爷 突然发难搞什么八王义政 还指使龙科多调兵逼宫 皇阿玛 儿臣平时办斋 祸有失误 但自问 静上碍下 从没使过黑心 这一定是从中有人陷害 离间阿玛和儿臣 你派去杀龙科多灭口的人 也会陷害你 一心想把你扶上王位的龙科多 也会陷害你 皇阿玛 儿臣是曾叫人杀过龙科多 但绝不是什么杀人灭口 皇阿玛 儿臣觉得龙科多他忘恩负义 而皇阿玛又不忍心杀他 这才 住口 朕问你 雍正二年科长舞弊案 实题是谁泄露出去的 张廷路又是受了谁的指使 当时朕就怀疑上了你 也怪朕的一点挨子的私心 就没有再深究你 事发之后 张廷路息事问战 你整天围着朕 一句减刑的话也不说 还拼命叫朕将他满门抄斩 朕当时对你 就很憨心呢 这次 居然和阿琪娜 塞斯黑他们 串通几个无遭猫王爷 突然发难搞什么八王义政 还指使龙可多调兵逼宫 事情败露之后 你又故技重演 要杀龙可多灭口 就是这样 朕还想 你毕竟是朕的儿子 能包容就包容了 哪怕是一只狗啊 喂饱了也就不咬人了 属了你 静儿要杀你的亲弟弟 那不就自然还要杀你的父亲 你简直 你简直是古今天底下 最贪子暴虐的衣冠秦兽 皇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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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没有杀弘历 没有杀弘历啊 这一定是弘历怕我和郑弟妹 这才弄出这么个假象来陷害儿臣 皇阿宝 这个事儿了 你还反咬一口 你派去杀弘历的人 虽然被你灭了口 但是你派去灭口的人 却害怕被你再灭口 都一一招了供 像你这样的东西 就是做坏事 恶事 也是毫无章法 上苍 白给你披了张人皮 人有五轮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妻有别 长幼有婿 朋友有信 这是做人的一面镜子啊 你照着你自己 可有一轮半轮 华妈 华妈 尊贵怪儿子糊涂 听了别人的挑唆意味 除掉了皇帝就可以占定敌位 华妈 华妈 你 你要把我 交部异醉吗 华妈 你说话 华妈 华妈 你说话了吗 你打算怎么处置儿臣 朕不会把你交部异醉 所以 这个家丑 朕不想让外人知道 谢阿玛 所以 才把你招到这儿来 谢皇阿玛成全客户之恩 哎 当年 就是在这儿 我的皇阿玛 最后召见龙科多 让他辅佐朕 集成了大清帝业 也就是在这儿 他老人家 临终嘱咐我 要刷新立志 隔壁出旧 他何尝不知道 留给朕的 是一个虚晃的盛世 每当我回想起这个地方 朕仿佛就看见了花妈那双 对说 临终嘱托的眼睛 你折恩就好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罪犯在十恶 断无可恕之理 花阿玛 花阿玛打算把儿臣千金 你 前 前儿臣去月中旗军中效力 而臣只有 消化为僧 佛前忏悔赎罪了 说来说去 你还是不愿意替朕想想 难道非要朕亲自开口 非要朕落个杀子的名声吗 你既然自己不愿意说 那朕就替你说了吧 你除了紫禁 没有第二条出路 儿臣该死 还请花阿玛念在亲身骨肉的份上 饶儿臣一命 阿琪那赛斯黑那样罪不可恕 花阿玛不也没刺他们死吗 朕不杀你八叔他们 是因为你皇爷临终留了花 再苦再难 朕也不敢为了他老人家的意愿 可是正因为如此 这些人给朕给祖宗的江山社稷 带来多大的饮花 为了给弘历留下一个安定的基业 朕不能留你 这不公平 这不公平花阿玛 同样是你那儿子 你为什么要偏向弘历 他用哪点别儿儿身强 您不但贴了心 需要把敌位传给他 为了他 您还有杀儿臣 就凭你问的这几句话 就说明你不会死刑 那朕就告诉你 只有弘历 才能够继续推行朕的新政 也只有弘历 也只有弘历 才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好 你的为人 虽不及你巴数深险 却比他更狠毒 但是弘历 没有朕的刚义 他不是你的对手 我明明不是功力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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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的事 却输得你 你不想做了 你不想做忽畅的对手 你不想做 也不想做 你不想做 但今明不是不想做 你不想做 你不想做 你也不想做 你就把我却的对手 杀死我 我恨你 我恨你 我恨你啊 皇阿嬤 皇阿嬤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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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 不要告诉任何人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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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天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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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阿嬷 我三哥呢 不要問 这不管你的事 知道 但 二臣想 不要说了 有什么事回皇上 不久前 吕魏跑到军机处 找到陈等 他说要去见见曾经 陈等见他火气很大 担心他做出什么 阅阁的事来 就没有答应 他二话没说 气冲冲地就走了 去警部 这 把门锁上 把钥匙扔进来 你就是曾晋 正是正是 正是老朽啊 请 请问 你这狗日子 皇上都有旨 不许对我动刑 你是谁竟敢打我 你个狗日子 现在想起搬出皇上来了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叫你胡言乱语 说 你给老子说 帅 我告诉你 当今的皇上 是古往今来 道德第一 秦政第一 他还是爱民第一的好皇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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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老朽实在想不起来了 秋大人提示 人都想不起来了 真记不起来了 好 那给你提个弦 住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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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里山 奴才在 得 很好看 很好笑 是吗 皇上奴才们不敢 你们是不是觉得 曾经骂朕的话 恨解恨啊 臣等岂敢有这等心思 身为刑部大臣 对这种无军无福之人 居然没有半点愤慨之心 居然为官取乐 还说没有这等心思 皇上圣明 其实是李位把牢门锁上了 把钥匙也拿了进去 奴才们实在是没有法子 因此奴才 因此就为官取乐 大清朝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一批 忘恩福义麻木不仁的东西 张忠党 把他们都给我割了 这 别说了 别说了 都下去 神为封疆大吏 如此不顾官体 张廷玉 臣在 将他发疯一年 喳 上官 这是哪儿啊 跪下 啊 啊 啊 你就是曾经 老秀就是 起来吧 坐到那个凳子上回话 刚才那位上官 叫老秀跪下 叫你坐你就坐 你为什么写信 闪动月中旗造反呢 回上官的话 老秀 他在年轻的时候 是从山东旅留良先生 读了他住的几部书 就被他的邪说蒙蔽 心中便有了 一下之防的念头 跟康熙爷在位 对我们读书人 礼敬有加 这个年头 也就慢慢地淡了 后来 当今的皇上级位 推行什么新政 我们读书人都没有了好处 这才又蒙发了 反满的心思 去年听到很多 从北京发配云贵 途经湖南的人说 当今的皇上 如何如何 是古王今来的第一个 是什么军 怎么听到的就怎么说 那些人说呀 当今的皇上 是篡位得来的 他不是 不是 如果 poser话 想想想想想想 恢复 您的 富富 富富 快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都快一天了 皇上没吃一口东西 又吩咐不让我们进去 我去 请 皇上 皇上 你叫他皇上 你以为他是谁啊 老朽该死啊 老朽罪该万死啊 请皇上恕罪 请皇上恕老朽 狂配之罪啊 写了写 皇上 您一天都没进膳了 拿进来吧 皇上 您进膳吧 呈拌碗饭 泡上点汤 朕也就够了 皇上用膳吧 那些给他吃吧 皇上 给他拿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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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 这 这是给我吃的 嗯 吃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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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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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皇上驾到 皇上 祝皇上圣安 起 谢皇上 今天叫大起 有两件事情要告诉你们 第一 曾经悖逆一案 朕已审明详实 种种诽谤朕和朝廷的言辞 有一些是山东吕流良的邪说 而更多的是那些反对朕新政的人 散布的谣言 经朕开导 曾经已经认罪伏法 所以朕决定不杀他 也不关他 针对这些谣言 朕写了一篇大义绝密录 让曾经到各省学宫 现身诵读 以敬服言 至于吕流良 朕为本朝生远十余年之久 因科举不顺 随心怀怨愤 住术邪说 棒极先帝 随身死 又万不能数 朕 我错骨扬灰 以事发成 这 第二卷是 鉴于圣祖人皇帝 生前未能及时择立储君 以至于至今仍有谣言 传朕继位不正 因此 朕已经写好了传位遗诏 密封侠内 高藏欲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皆是 朕王群臣 共同开启 皇上圣明 宝秦王弘历 自封爵当差以来 终身勤勉 人品贵重 朕决定 命他为监国 辅阵处理朝廷日常政务 而臣岂敢因此重任 朕一已决 你就不要推辞了 起来 接受百官的口吓吧 这 臣等恭贺宝秦王 荣英监国 Alt官 声音 声音 察网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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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皇上 皇上 您怎么了 皇上 没事吧 真有点累了 要不要给您传太医啊 不用了 我给您捶捶 如果朕没记错的话 你这还是头一次说 要给朕捶捶背啊 殷弟 月亮又快要圆了 你到朕的身边有六年多了吧 是六年八个月零二十天 难为你记这么清楚啊 你还记不记得 那年朕曾经对你说过 又朝一日 朕会放你回去 朕说过的话算数 明天 不 过了八月十五 你就回去吧 郭聲色 灵祭 叫不 你 Out aki 朕 盈帝 皇上 已经到宗化边界了 前面就是锦铃哪 皇上 我就去看他一眼 马上就回来 皇上 您回宫吧 记着 别太累着自己 嫁倒是送来的仙丹 好是好 可是要慢慢地补菜肠 皇上 您回去吧 我马上就回来 我马上就回来 皇上 皇上 八 不 阿琪呢 他 他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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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死了 哦 这是他临死前 写给皇上的一封信 爱心觉罗阿琪那 今上雍正皇帝四哥欲来 四哥 你累了吗 谢谢妈 争了四十多年 到这一刻 你还不愿撒什么吗 不要这样子看着我啊 我这一生 不佩服任何人 但到今天我才发现 我的心底里 只佩服你 你 四哥 我输了 和你们 却并没有赢 你咬着牙 苦苦地熬着 得到了什么 得到的 只是生前身后的 骂你罢了 其实 输也罢 赢也罢 到头来 不过是过眼烟云 你 你 太放不下了 你太放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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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优优独播剧場 公元1735年 雍正十三年 因立八月二十二日深夜 雍正皇帝抱足 年仅五十八岁 雍正皇帝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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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